而接下来的气象资讯 我们请记者蒋邦彦来告诉我们 封面远离 上周末花莲天气稳定 不过持续进入梅雨季 这周有两波封面先后报道 周二下半天开始 东半部水气增加 周三雨势明显 将有局部雷震雨发生 建议外出击的期待雨季 这周的天气 花莲大概会受到两波的封面的影响 明天5月5号的时候 大概有一道封面会直接挂到 尾端会挂到花莲的这边 然后明天会造成花莲 比较大的一个降雨 然后这一波封面过得比较快 明天影响花莲以后 大概就走掉了 所以在6号 7号的花莲天气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因为还是在迎封面上 所以局部的地方 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然后5号的时候就做封面 整个花莲会比较有雨的情形 然后6号 7号相对来说 可能是这一周天气 会比较好一个情形 然后到8号 9号 另外一波下来 不过那一波影响不是很大 到10号天气大概会转晴 比较好一点 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因为花莲还是在封面上 就算吹东风或是东南风的时候 局部地方还是比较有雨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花莲还是一些 比较局部性的 短暂雨的情形 然后温度大概蛮持平的 在高温大概就是28度 然后低温大概就是25度 22度 23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的天气 还蛮适宜的 这波封面来得快去得也快 周四周五天气又将回稳 不过到了周六又有封面接近 东半部地区会受到影响 有局部降雨发生 到了周日天气又将好转 有计划周末安排母亲节出游的民众 建议出门吸带雨具 这次讲帮演华联士报导